发行37年的爱国奖券 在1987年第1166期 首度改在上午开奖 因为以往很多民众 都不了解开奖过程 这次也特别透过电视 现场实况转播 让全国人民都能清楚知道 开奖的公平性和随机性 所以这期卖了33万1000张 销售量比前几个月 增加了好几万张 也希望借此防堵 违法迁堵大家乐的风气 921大地震死霜惨重 全国追悼大会 在1999年的10月11号上午举行 总统致辞的时候表示 所有罹难者都是大菩萨 也是老师 他们用生命作为教材 代替所有台湾人受苦受难 我们应该从过去的错误当中 学习重生以及感恩 人来人往的台北火车站 在2004年的10月11号 竟然被放置了爆裂物 地点就在淡水捷运县的厕所里 因为外面写了不要进口稻米 要照顾农民的字条 警方研判可能是多次动手的 白米炸弹客所为 采集可疑指纹追查嫌犯行踪 你好我是宋雁明 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另外也可以上LINE贴图小铺 来购买华氏主播的官方贴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